HELLO 大家好 TOMEO 六星 今天來講一下提康 我們先從屬性面板來看 提康整體屬性就跟我們的角質機 艾塞克斯一模一樣 不管是在我們的血量對空還有航空 這方面全部都是一模一樣 唯一有差別的就是在幸運方面 這個可能比艾塞克斯在稍微低一點點 這個艦載機的效率也都是一模模一樣樣 你的素樣都是一樣 332 以彈兜機還有轟炸機為主輸出的一個手段 那魚雷劑是比較少的 所以整體而言這個提康就是角質機的一員 就跟我們的艾塞克只是一模一樣 我們看一技能 一技能是特殊彈幕 不過這個特殊彈幕實在是太特殊了 他特殊到直接是送火箭彈去打對方 這個火箭彈飛行速度很快 而且是集中命中率超級高的 對輕甲屬性傷害也特別高 然後吃自己的航空值 以前我們有介紹過這個MU光輝 對MU光輝也是一樣的效果 直接丟 遠遠就直接投彈 所以他你也不用擔心說會被人家打下來 他遠遠投彈 然後命中率飛行速度都很高 可以有效做到完美的一個傷害 這是所有以往在航空彈幕來說 命中火力最高的一艘船 那我們也拿去這個13章去打過 如果是場上有補血箭的話 這個彈幕會優先去擊落補血箭 補血箭我們都知道 他屬於輕甲類型的 直接遇到這個彈幕是直接蒸發 如果是場上沒有補血箭的話 他要去優先打擊他的人性角色 所以這個彈幕非常的誇張 很好用 對單一敵人可以造成極大的一個殺傷力 再來二技能也很簡單 就是每次戰鬥自己有4回有60%的減傷 再來每20秒會對於前排的角色 產生一個盾牌持續8秒 那可以吸收這個實彈有6次的傷害 所以每20秒都會產生一個盾 所以這個防禦技能就可以保自己 也可以保前排 再來第三個技能 進場戰鬥直接增加自己的航空值10% 並且如果這個艦隊有兩隻航母 當然包含自己 所以他再加另外一個航母的話 這個旗艦就可以減傷15% 簡單來說也是個旗艦保護 以前我們有前排的旗艦保護 現在也有個後排的旗艦保護 這應該是可以兩者去做疊加的 不過他的條件就是場上要有兩隻航母 好 接下來我們來比較一下 提康跟艾塞克斯他們之間的差異 首先在彈幕方面 兩者都有彈幕 不過一個是比較集中型的彈幕 一個是比較平射型的彈幕 所以艾塞克斯比較適合在打擊範圍面的 提康是比較屬於在打單一敵人類 再來第二技能 兩者都有提高自身航空值的一個效果 不過艾塞克斯是著重在於對空 打下敵方這個艦載機的時候 會提升自己的航空值 那這個是他進場是直接就有航空值 兩者都有提升航空值的一個作用 好 再來防護技能呢 提康有自我保護的這個技能 也有保旗艦的技能 還有保前排開盾的一個技能 所以是比較偏實彈類的一個技能 那艾塞克斯呢 是可以保整個空襲減傷的一個技能 所以兩者保護的這個減傷技能都不一樣 一個是保實彈一個是保這個航空空襲 那這兩者其實他們兩者的相性非常的好 有單體有範圍有實彈減傷 也有空襲減傷 這兩台一起出去呢 其實可以達到我一個完美的一個平衡 那配合我們之前講的這一個紐德西 那紐德西在別的編隊的話 可以跨編隊給予這個兩個美國航母 做一個航空的一個buff 所以你帶這兩隻角質機出去的話 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輔助 那第三個你想要選什麼企業或小家家 其實都ok 那這樣子美國航母的一個編隊 算是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航空陣容了 好啦最後來介紹一下裝備 裝備基本上你可以裝備這個金海道 那如果你講到虐菜的話 那你可以裝備這個F7F 有對空需求還是裝這個金海道 會是比較好的 再來暴擊機沒有意外 SB2C 那魚類技的部分呢普遍就是用鎖魚啦 那如果是你要打單一網的話 你可以換成這個流星也可以 那設備方面呢沒意外就是油壓 簡單來說這招船就是一樣是攻守兼備 對單一輸出會比較有載航 單體敵人輸出打網其實是比較好的 配合他這個單一的這個彈幕 集中彈幕火箭彈實在是太好用了 那未來你可以跟這個埃塞克斯做一起配合 然後另外一隊可以編排這個紐德西 來打到美國航母的一個buff 這艘船其實攻守兼備 還蠻能力搭配的